MING PAO TORM MING PAO TORM 你如何? 你那麼快的氣速 平時很少做運動 也是的 平時我只要走急子 我已經喘氣了 我有時真的懷疑我自己是否有心臟衰竭的跡象 其實做運動有些氣喘是很平常的 但如果你走快一點也有氣喘的情況 就要留意一下可能是心臟出現了問題 因為心臟就像我們人體的引擎一樣 帶足夠的血液和養分去不同的器官 但如果這個引擎壞了就會出現不同的病徵 包括氣速、腳腫和體力不足的情況 如果這些症狀是持續或變得嚴重的話 就要盡快去看醫生 不是吧?不要嚇我 我還這麼年輕應該不會給目以中招吧 你別以為只是老人家才有心臟衰竭的機會 其實如果病人有三高 例如血壓高、膽護唇、糖尿病 他們有觀心病、心反有問題 或曾經試過心肌發炎和家裡有家族史的話 其實都會增加心臟衰竭的機會 另外如果他們生活習慣不好 例如長期吃煙、喝酒 都會令到心臟泵氣的功能有問題 最後會誘發到心臟衰竭 喂打完了嗎?你們 我買了東西吃 不如去那邊吃吧 好啊 阿希,你餘下的漢堡包和薯條 喂,正啊!我最愛啊! 阿希,剛才你說怕自己有心臟衰竭 現在要吃這些不健康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你高危 喂,六二三別嚇我 我經常都吃這些東西 如果你那麼擔心 不如去檢查一下吧 心臟衰竭可以怎樣檢查? 除了問診和觸診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做不同的檢查 了解有沒有機會患上心臟衰竭 例如我們可以做心臟圖 看看心臟的肌肉有沒有受損 以及節奏已經有沒有受干擾 另外我們可以透過抽血和照X肝 看看有沒有機會患上心臟衰竭 如果有懷疑的話 我們可以做心臟的超聲波 看看心臟的結構和功能有沒有受損 了解了病因之後 我們就可以對證下藥了 其實病人如果能夠及早發現病因得到適當的治療 以及高危因素都控制好的話 雖然心臟衰竭未必可能百分百更時 但他們的症狀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以及生活質素都可以提升 存活率亦可以增加 很多病人忽視了心衰竭的嚴重性 錯失了黃金機會 晚期的病人他們的症狀都會很明顯 他們到後期除了運動量大大下降之外 其實都會令到有隨時絕死的危險 對於病人和家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檢查到有心臟衰竭 那有甚麼治療方案可以幫他控制病情呢 對呀 我還很年輕 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 其實心臟衰竭有可醫的呢 那你又不用擔心 其實心臟衰竭的治療已經很成熟 只要及早求醫 其實可以醫得很好 一方面我們可以用藥去控制我們的荷爾蒙 和神經系統 改善心臟的泵血功能 另一方面我們都不可以忘記 所以其實要控制好我們的飲食和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們要避免喝太多的水 不要吃太鹹 以及我們要監察我們的水腫和體重 做到這兩方面 其實已經可以好好控制病情了 其實病人如果症狀比較嚴重 醫生會因應他的情況 可能建議病人要植入一個起駁器 通過植入雙室同步起駁器去協調心跳 增加泵血的功能 從而減低病人的症狀 當然他的死亡風險也可以降低 其實什麼是雙室同步起駁器 究竟他怎樣可以幫助到心臟衰竭的病人呢 其實心臟起駁器就是一些植入皮膚下面的心臟的儀器 他的作用以前就是用來醫治心臟的速度過慢 但隨著科技發達已經可以進展到 可以醫治很多嚴重的心率不正過快 或者令到心跳不會跳都會醫 都有很多不同的型號 有些單線機 有些雙線機 甚至乎現在的三線機 對於嚴重心臟衰竭的病人來說 其實因為他們左邊的心臟的收縮功能 和右邊的心臟的收縮功能 都已經開始衰退到不協調 所以他們的泵血功能就很差 但如果隨著科技的發展 發展到三線機 就可以同一步 把兩條電線放在右邊的心房和心室 另一條電線放在左邊的心室 可以做出一個同步的效果 令到心臟的泵血功能大大改善 研究發現原來做到這個同步的功能 其實可以改善到他們的症狀之餘 亦都可以改善他們的存活率 除了傷失同步起薄器之外 其實還有一種叫做傷失同步徐漸器 他除了有同步起薄器的功能 協調心跳幫助心臟泵血之外 其實他都有徐漸器的功能 他一路會監察病人的心跳 若然發現有惡性心律不正的時候 就會進行電擊 減低病人心臟絕死的機會 所以醫生其實都會因應病人的需要 去建議他植入一個適合的儀器 很多病人都擔心手術的風險很高 但隨著儀器的進步和手術越來越成熟 其實在病人的肩膀對下開一個小的傷口 整個過程其實都很快 中間的風險大概都是1%以下 所以其實病人都不需要太擔心 休息完就練球了 下個月比賽的了 不要了 過癌生和醫生你們自己先打住 一日未確認有沒有心臟衰竭 我還是先跟Vito一起做啦啦隊 那你休息一下吧